看起來怪怪的 可以跟我們大姐提醒一下 這邊 他說有交通違規的罰款 基本上我們交通的罰款 不會用信訊來通知 所以這個如果有看到 有交通違規 你要到這個連結去交款 千萬不要去免開 這位大姐收到一封可疑的訊息 正愁不知怎麼辦 台北市長蔣萬安點出疑點 確認這是詐騙簡訊 要大姐千萬別受騙上當 其實這樣的例子 時常出現在你我 以及周遭親朋好友的生活當中 要如何在資訊科技時代 享有便利性 且不受詐騙損害 也是大眾需要學習的課題 我們台北市 其實是在推動 讓很多的長輩 也能夠學會使用不只是3C產品 從一開始可能對於書類科技 有一些抗拒害怕 不熟悉到慢慢了解 甚至愛上能夠使用 那我想我們在台北市這邊 我們其實在過去 我們有透過單點課程的教訓 來進行相關的課程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們長輩的需求 所以這一次也謝謝資訊局 社會局 大家共同幫忙 也謝謝我們各個學校 包括同學 包括我們社區熱心的禮蔽 以及很多NGO團體 大家共同努力 我們提供即時協助解決問題的小幫手 我們叫做數位幫手計劃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來讓長輩 能夠不只是 聽課 同時當他有任何問題 他都可以透過小幫手 來給他解答 帶著他操作 然後慢慢讓他有好的經驗 好習慣 並且讓使用數位科技 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過去 大家一定都有經驗 我們協助長輩 買了一個新的手機 幫他都設定好 下載找各種APP 但是有時候長輩用了 還是會跑回來說 這邊安達有 到底要怎麼使用 更方便 那甚至我想也不只是 我們銀發勒鈴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也要時常尋求我的小幫手 我的兒子 他剛上國中 現在很多在操作上面 他比我要快 熟練 而且很了解最新的一些 科技型的APP 所以我想不斷的學習 都可以讓很多不同年齡 族群朋友 能夠更方便 有效的使用 這些數位科技 所以我要再次感謝 我們各位同學老師的協助 今天我們也會 頒發感謝狀 就是想謝謝大家 透過我們鄰里 透過僑房首席師協助的方式 讓我們的長輩 能夠持續享受精彩的人生 台北市政府積極打造數位平權 結合社區關懷據點協會 禮辦公處開設 開設銀法數位科技 也和青年合作 一同探索數位科技的樂趣 和便利 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平等參與 使用數位科技 帶來的方便 今年嘉欣裡也有承辦 我們台北市政府資訊局這些 教導銀法阿公阿嬤來 使用手機課 那大家其實最開心的 就是能跟得上時代進步 然後學習到這些 其實我常常跟他們說 可以跟自己家裡的孫子們 去做這個連結 讓他們知道阿公阿嬤其實 是不會漏後的 那大家最欣賞最喜歡的 例如說這次會有一些 尤其LINE的課程 我想是大家最常 最普遍使用 那這一次比較特殊的 就是說台北市也藉由這個機會 來推廣台北通APP 那我們也會鼓勵說 市府一定要加深推廣 這個APP的功能 讓這個長輩 未來能透過這個台北通APP 能多加使用 來了解台北市的一些政策 和市府推廣的一些各項活動 那另外還有一些 例如說這個電子支付 我想這個大家 都覺得很好奇 現在這個時代 已經可以用這個BB 就可以做這個支付 尤其現場老師們 都有帶去7-11 實際的操作 我想這個部分的確是一個很棒 就是不只是在這個課堂上講 甚至實際帶到超商去實作 我想這個都是一些很棒的課程 所以未來當然我們都會很希望 讓台北市政府繼續在這樣的一個 資訊推廣的活動 可以多撥一些經費 多讓各個許多 例如說我們台北市456個 456個里 都能夠全面普遍的去推動 我想這個是非常 更多 讓更多阿公阿嬤 都可以接受資訊平權 我們平常會辦一些數位好幫手的課程 然後呢 他就是會 因為現在假訊息其實很參考 就是會有一些 教你如何辨別假訊息 只是像我們的平常簡訊裡面 都會有一些連結 其實長輩就想說 我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與其未繳 或者是我是不是 或是他會覺得 這個感覺優惠很厲害 然後他就會點進那個連結裡面 這其實就掉入了假訊息的陷阱 他裡面就會叫你簽線 身份證字號 或是你的手機號碼 這樣其實 他的個人資訊就外露了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會積極的推廣說 要如何辨別假訊息 然後要如何看到這個訊息 他其實就會提高警覺說 這感覺是假訊息 那我要如何去辨別這樣 數位平權成果展中 可以看到市民不分年齡 皆能擁抱數位生活 青年的創意很熱忱 他們可以帶領長輩們禁用科技 展現數位平權化 也是市府重要的實證目標 記者問郡張啟騰 台北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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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